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也不算好 因为割离跟白质上市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所以散户可能对只是股票 现在都比较要比较保守一点 就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看见地址是不是个赶销所 就是通过了什么新的一个上市的 比方说同股不同权也好 这个也是生物科技这个东西也好 现在大家的热球比较减退了一点点 就是觉得会要看得清楚一点 比较好一点 其实排队着等着要上的 除了那个现在我们上的三个 说的是白质 哥里 然后还有今天我们又看到花莲 其实还有很多排队着的十来个 当然了我可以理解大家的那个需求 大家也要在当中去选择 但是散户被前面两个的那种股价表现 不一定说是吓到 但是至少会觉得有一些 也不是特别提得起劲 这个应该我觉得挺能理解的 但是另外一边就是注意到 你刚刚说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可能国际配售那边的 就拨回去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你会觉得说 对他会不会反而不一定是坏事情 大家可以让他们来撑一下 我觉得因为现在 生物科技我其实也上次可以再选 我觉得同学姐都会 真的要看叶子这个东西了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可能没有太多的业绩 可以出来给同学姐再看 我觉得大家保守一点 就先不胜够了 就反而就是看他股价的表现 就是之后再慢慢打算吧 我觉得 好啊那今天呢 其实像哥里啊百计啊 也都是能够跟随大势啊 有一个靠稳的一个情况 如果之前啊 比如说哥里反弹的一些时候啊 或者有机会是录的 会不会你会建议他们如果最近看到一些反弹的一个势头呢 也不要再跟他特别的去斗了 就干脆走了吧 是的 其实因为上次不是有讲过了 他业绩出来之后 其实那天的挺兴奋的 就是市场就是一次过就涨到九块多 结果就是 后续一两天就打回原形 就是跌回八块七块多左右 现在目前来看啊 经过近两天 其实一个医药股 其实也不是很好 就是看见哥里其实现在 暂时我们可以看见他吃块其实也有一定的支持的 但我觉得后续的话如果真的有反弹到八块左右的话 我觉得可能先可能要先下车 可能再部署 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下子看到他那个有钱赚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一下子是觉得蛮有憧憬的嘛 就像你说的那个直接一天到达九块钱以上的位置 但现在我们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就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如果反弹到八块钱 可能就先行出货的意思 对对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你可以看见其实他从业绩出来之前 其实他一直都是在七块三到八块三左右 就是在一个范围在一个横行 然后出了业绩之后 我们就以为就是会不会说 觉得他终于有一个改善的盈利 这个值的一个改变 我们当时就说 就一下子涨到九块多 但当时也提过一个点 就是说如果这个股票突然又跌下来的话 可能未必就是我们想上节目的利好一个事情 结果就是他第一天就一次过就跌到跌穿八块钱 所以说你可以看见 其实哥里现在也是维持之前的一个走势 都是在七块到一个八块中间自己在浮沉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经过这两天 就是如果医药股 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暴跌 你看到可能一个终身之药 或者什么死药 这整个板块也是不太乐观的情况下 他也可以守稳在七块下面的话 我觉得暂时来看 你说我觉得最坏的情况可能现在暂时先结束了 但如果到八块的话 我觉得可能先可以先行套现 因为毕竟就是可能他不是我们之前怎么想象的话 我觉得他在七块到八块慢慢整顾 我们到时再看会不会有什么突破才去 因为其实为什么刚刚我想让家庭观众一起 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上市的这个公司 他们那个管理层出来说的那个内容呢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提到了一个现在市场上面非常关心的一个点 因为最近他们在讨论的这个药物的那些改革 其中很牵涉到的就是他们通过招标竞价的一个方式 那也是希望能够引入这种竞争的方式 让那个药品的价格其实是可以有一些下降的这样的东西 把那个尤其是一些仿生药的那个水分给挤掉 那其实那个仿制药我们觉得是很合理嘛 因为你本来也没有投入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研发 对不对 那你现在去得到过高的一个利润的话 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不利的 但是同时呢内地其实也有一个说法 这个一致性评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会不会令到原创药原创药那一边的一个价格 同样也是受到影响 因为有可能就是大家一起评比 那那个仿生药很快就仿出来了 然后那个原创药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利润空间 会不会打击到那些生物科技的公司 他们继续去投入研发去创新 那干脆大家就全部都去做仿生药好了 我也不用去特别的研发 所以刚刚那个管理层他自己是这样说 他说他感觉到在后期发展中 国家会更加注重这一方面的创新的研发和开发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这些 所谓的生物科技公司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政策上面没有这方面的 更多的一些支持后续看不到的话 其实对他们会不会有一个政策上面的打击呢 是的 因为刚才所讲了 其实如果你说所有人都去造仿制药的话 那这个创新性就在哪里呢 所以国家其实肯定要给出一些政策出来 去补贴这些企业 某部分企业一定要做这个创新 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技术上的进步 对吗 所以对于创新药来讲 我觉得政策来讲也是说 国家一定会给予一定的支持的 一定要提出来 不然的话你哪有人去再去做这个东西 大家都去造仿制药就算了 对吗 但现在因为医药这个板块啊 实际说实话就是也是比较专一一点 因为毕竟他每家公司做的药 可能针对的一个病人 擅长的也可能不一样 所以就现在你突然就上了这么多公司的话 其实我觉得投资也要消化一下 因为太多的话一下子也不知道谁谁比较好 谁比较不好 我觉得随着一个国家的政策出来的话 就是一个慢慢越来越多静静的话 这是可能行业可能会也是病口 为什么的话 到时候可能在整个行业整合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那的确是看到这个相互的一个影响 但是今天呢 注意到整体的一个医药果 还算是可以 那包括食药呢 其实也能够有一个2%的反弹 生物之药1%的反弹 但是比较这段时间的揭示来说 稍微是反弹的有点弱了 所以看见都是比较弱的这段块 真的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就像你说的有可能整个板块的一个重估 或者是中心的一个调整 这是大家在预期当中 好吧我们中场先休息一下 回来跟进一下A股的情况了